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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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你醒 我这是在哪儿啊 您是 你救了我的外孙女 我帮你请了病假 你就在这里好好休息吧 洪泰 您就是本事的龙头企业家洪泰 我的孙女田家是我心中最宝贵的 你既然救了她 我决定满足你一个月 你竟敢听她 经理 别跑上 我滚蛋 你心里快 最远的活着 赶紧 总裁 您有什么吩咐 她是我的 首席秘书 从现在开始 你听她的拆写 你好好休息吧 刘家铭 周末同学聚会来不来给你打电话 是因为我大冒险输了邀请你这个绿毛 我归惯了 哈哈哈 你闲 你小死 前往酒店 东西掃放八零夜 走牛 哈哈哈 你们不是要实现我的冤枉吗 而且 刘家铭 Racing 你没看见齐安 带着他老后来的 这下有好戏看的 我当是谁呢 穿点脸膜 一会儿打不住的 我看看 哈维 我这不是以为你今天 不再来至少 所以把你老婆喊过来 不想你回去 他当然不进 自己老婆让人睡的都不买 只剩的窝囊费 老婆给人当女朋友笑愿 我劝你低调你 要不然我随便找起你 作证你 作证你昏得出 你一点好处都拿不到 你吓唬谁呢 你有几个嘴我还不知道 你有什么好处值得老的 佳明啊 你这最近 到底是得了什么发财的路子 在座的谁不知道 他到底是个什么火 手里拿着什么 82年的拉费 开始真火 我看 这些都是你弄来装门面的吧 搞不好啊 是进门的时候 从哪个雅间顺来的 你有所怀疑 佳姐 你有没有这么好 要不这样 换一个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还是个演戏的好苗子呢 还真你 捧我 你推牛也要有个肚 赶紧拿 把偷懒的藏环回去 看在同学里 不报 够了 手够了 一个 不就是偷了好菜 叫着你我好爹 随便可 监察污辱别人吧 哈哈哈哈 我爸 跟洪东也认识 你今天要是从大变化叫来的那个争议 带头给你道歉 但是你要叫我来 现在我会磕头 然后爬过去 一眼为定 啊 同学们 哈哈 来来来来 哎 哈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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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进行啊 今天的同学会呢 啊 差不多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参加 当然在结束之前呢 让咱们的刘同学 跟咱们表演一个游戏吧 让他会下 边选狗叫 边爬出这个门口怎么样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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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愿赌服输 告诉你们 想看我的笑话 是要服输代价的 啊 把他给我安利上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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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总我们来迟了 你终于来了 刘总你来吧 你 够 谁 这位刘家明刘总是红总看中的 现在是我的直属上司 行 刘家明啊 算我小看你 这就我啊 啊 下跪啊 等什么呢 可都叫爷爷啊 啊 啊 刘家明 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 给我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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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干死了你 啊 不是叫你说 加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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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喜欢用钱 你会全压人吗 啊 啊 今天也让你们尝尝 被宣言动压着 吃他们什么滋味 之内 别让他们 在卫视消失 好 是我下来 也在安慰 就你发贵手 滑上屁 啊 人手摇了我吧 同学们 热闹看够了吧 看够了就赶紧给我滚 好 不管 你 家明啊 我 刘总 刚才是小弟 有眼不是泰山 我错了 我在鼎泰的红总面前 多提摆一下小弟 要不这样吧 和其啊 互相说出当名亲 谁说出一件 就删对 谁说的多 我就把那 请监给鼎泰 看什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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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 给你巴掌 打给你当年往游走 起发生 到教学 我说杨黄 你他妈在脑子 身边的手里 人家够一样 没人到身边 为了 处的口 乱打 老虎 老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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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龚三排我紧急出差 今晚的飞机我得马上走 谁知道你是去出差 还是和 这鬼混 这鬼混音 实在是太小了 我一个快死的人 难道我就不应该好好享受享受吗 兄弟 明天帮刘孙我 你也是刘江宇教的 你们也见他行啊 不是 这小的红里卖红腰 欢迎各位 历领我心想 今天到场的各位 都是我的治安期 在欧队区要你们的时候 康凯几 是我回报各位的时候 你是我新公司教的第一个 我当时是怎么跪下去 见了我脸 这是四王 拿着 拿着 拿着拿着 你在我当时借钱的时候 我好不容易在你六个时候赌到 王家都是崔岩你借给 你这是双倍 拿着 我是本校毕业的学生 我打算捐款 我听说捐到一定的数额 会得到荣音校有请装上 我打算捐两百万 不过 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加米亚 那个 给我进去 那那个 你还行 你都不知道 怎么样 加米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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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怎么也来参加校庭 没想到你现在跟同学 关于哥子吗 不错 和同学能搞好关系 关于哪里失业 也能跟同学们打工事 校庭现在开始 请叫到名字的荣音校友 上台领奖 刘湘宇 捐赠奸额八万元 云医 捐赠奸额五万元 亦安 捐赠奸额两万元 都是个老师教的 有年人主教 让我那么能够手 沉老师 今年 您会如愿上台 谢谢 荣誉校友刘嘉宁 捐赠金额两百万 谢谢 刘嘉宁上台 作为荣誉校友代表发言 我能有今天 要特别感谢一个人 就是我的老师 陈品 我想让他亲手颁发给你 掌声有请陈品 陈老师上台 陈老师 我记得你曾经你说过 有些学生 留意家庭因素的影响 即便受到良好的教育 踏入社会之后 也很难有所成就 不知道在您看来 如今的我是否有所成就 算 当然算 我当年算是看走眼了 接下来有请所有荣誉校友 以及领导们 上台一起拍摄一张大合照 麻烦刘嘉宁和陈老师 往前站一点 麻烦您把这条项链拿出来 我看一下 珍妮收到 一定会特别喜欢 珍妮 你过来一趟 我有惊喜要给你 保证你不会后悔 这条项链多少钱 对不起先生 我们这是品牌珠宝 不接受降价 你是不是听错了 我是在问她的价格 对不起先生 我也是提前告知一下 那些问了价格又嫌贵 厚着脸皮奖债的穷光蛋 我们见过太多了 我倒是想看看 她的价格有多贵 过过眼眼得了 听了你也买不起 这项链五万 才五万 我以为有多贵 还有更贵的吗 这个十五万 看来你们在家店 倒是一 买不起就买不起 装哪买这大头算呢 你老公人家就要这桌子 你给人家买嘛 赶紧跟我走 去走面了老公 你给一点不要理 赶紧跟我回家 还脾气 家明 听说当年 你和我分手之后 找了一个开公司的小老板 不愧就是这个 连手桌都舍不得给你买的人吧 他只是和我在闹脾气罢了 不像你啊 什么也买不起 这就是你大学时 交的穷鬼男朋友 幸亏你及时指此文 和我在一起 不然今天你怕 只敢站在店外看 老公最好了 要不你给人家买刚才的手桌 你买太多东西了 我卡都给你收货了 带你的小货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买 刚才那条十五万的项链 还有这个轴子 我都要 麻烦报警 这是全是只有五张的至尊卡 是你的 对不起先生 是我永远不识泰山 还希望您大人有大量 请不要投诉我 我不敢女人就讲 多提升一下素质 免得把你的财生爷爷给淹淹 是是是 您说的对 希望您不计前嫌 多多光顾 先生 这是您的卡 好久不见 雷静 当初是我太久 也没给你买过什么东西 这个 你就收下吧 算是不成 你是谁啊 当着我的命 送了你回的东西 你当我是死的吗 住手 需不需要报警 不用 把他 扔出去 你挑男人的眼光 有待提高 珍妮啊 这个 送了你 这么具有爆发护气质 是我没法接受 我看着还挺喜欢的 要不我 我们之前那段缘分 我本来还有些惋惜 可你贪婪又物质的样子 我多看你一眼 都觉得恶心 什么 后天你妈的生日让我一个人去 我现在在外地回不去 我妈也是你妈 就这么说定 刘洋 你他妈的给老子带领帽子 还有连这么要求我 老子他妈不去 今天呢 真是太隆重了 小范 我听欣欣说 你现在在一个什么上市的大公司 啊 罗姆 我在 太 咳 咳 听见人家是大公司就害怕了 你就是 刘家明吧 我听欣欣说 结婚之后 每个月的月薪都用来复房的 日常开销都是姐姐来制服 你说你这样跟追戏有什么 这男人吧 还是得赚钱养家 伯母啊 你放心 车啊房子都备好 欣欣嫁给我之后 他只需要做权职太太 他不会跟他姐姐一 我可舍不得欣欣过那种日子 我和刘洋过的怎么样 你能不能闭嘴啊啊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车上赶紧走 伯母小小姐 我马上要和欣欣结婚了 咱们都是一家人 这柳家的事啊 就是我们的事 等我当上主管 安排姐夫去鼎泰当个保安 这工资翻倍肯定没提 少三大装好人吧 主管有什么了不起 经理来了都得喊 我已经溜走 你是不是疯了 啊你赶紧跪 啊求问前几点女士在吗 经理啊你怎么来了 这就是浪贝送的 什么东西这是 这真飞翠吧 这点是多少钱呢 这这好像是极品帝王律啊 光这一个单面 多值一套房了 这么值钱 快快快给我带上 好看 你说这刘总到底是谁呀 送了这么大一份礼物 就是啊 是我 这翡翠 就是比钻石狠坎 是吧 哈哈哈呀是你呀嘉明 哎呀刚才是 撸了你是不是还没吃饱 再吃点再吃点啊 哈哈哈 孟经理 今天这事做的不错 下去刘总 那我就和大夫家一餐 经理经理 你怎么认识我姐夫啊 你怎么还喊着刘总啊 没人 经理 经理 你个病假请的够久的呀 你不在 我这报告都没人帮我写 正好你今天加个班帮我写完 明天主管就要了 我下班还有事 你找别人吧 你少找借口 这是报告要用的资料 你小子最好办完你的破事 赶紧回来写 你最好 我得要点下班 等等 刘佳平 你今天怎么做墨监 刘佳平你疯了 你憋我 这些是不是太惯着你了 这生生生茫茫的态度吗 还打车来回来你死的死 我肯定打车去给你收拾 还有你们 再帮你们任何一个人加班 老子他们跟你姓 刘总 刘哥你请 果然人都是见不到 我发了多么脾气 他们反而客气下来了 刘颖啊 他不是说去出差 我被你去欠负鬼混 刘颖 不要脸 瞎点 骗我说去出差 明晓潇在这里和欠负鬼混 刘家明是吧 这么粗鲁啊 难怪刘颖会跟我在一起 我叫张威 鼎太集团的副总 关于是谁 刘颖现在是我的老 别被写男人杀手 本来想在这种高雅的地方 给你留点面子的 别怪我了 这女生女小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刘家明是什么 今天的事情如果发生第二次 你这个副总还就别想干 都说了会和你离婚 没想到你别挣钱了 出差了把我给老子戴着帽子 你可真快借了 还不都是你提的 是一段多了什么时候 钱突然活着呢 你以为没了钱 我就能老老师跟你拖着帽子 我告诉你 你老娘的美方 就是我的人多人去 姐 你给我闭嘴 刘家明你真敢打我 什么受够你 你把我打 刘家明我告诉你 你一定会后悔的 除了我 谁还敲得上你 你就等着一辈子打光棍吧 刘家 那我也告诉你 接下来就有一个比你好一百倍的 也等着我呢 你那个新年男人 只不如同一时新鲜 等他玩够了 就会把你丢到圆圆的 你 恭喜你同伙自由 接下来想去哪儿 反正活不了多久 你吧 我喜欢你 我们在一起吧 你说什么梦话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一位红总的命令 我根本就看不上你这种 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的屌丝一根 下车 有什么了不起 老子现在有的事情 要什么呢 女儿没有 现在就去找美女快活去 哼 来 走起来 你怎么来了 你醉了 我送你回去 吃了一瓶特别贵的酒 你送我什么 黑桃味 你也来 你也来 看什么 有什么老子就是有钱 今天晚上所有的消费就我刘公子买单 哎 哎 哎 有钱的感觉真好 我来做梦 现在我家我有钱了 现在我有钱了 可又有什么用 我就快要死了 全部 我快要死了 我快要死了 好 你 我就是一个小人 我只想和周围的人和和气气的 我有什么做 为什么 一个人都要欺负我 还怎么老天爷都要踩我一脚 平时的 平时的 我可以 好 好 这好 很可不 不要 Os 能为了我孙子 从你们今天日子 给我弟弟换出去 不要 这是别说的钥匙 卡 西装和手帘 这是我想见 刘家明你又发什么疯 我想多了 我觉得你说的对 我不能一手和这对 今日起 我刘家明 靠自己得到我想要的一切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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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理他了 你咋不懂啊 他今天女伴又患了 听说 巧的别人老婆 我跟你说 那我就说 防备 每个都是光阳 走 我带你瞧一瞧 你也是 有些人 这几个都是光啊 好 不这 你都知道 我导致 我以后 你到着 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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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 你不是 你 对了 你一个人来的 你的女伴呢 我早就说过 除了我 能有别的女人看上你才怪 刘家明 之前呢 是我和刘颖对不起你 但现在你们已经离婚了 只要再纠缠刘颖啊 再说 是你不中用 给不了老婆想要的 看现在跟了我 滋润多了 他之前还因为你打过我一巴掌呢 你可要替我报仇啊 我这么平凡的脸蛋也吓得去什么 怪不得一个人来上队 我不要的 去哪儿 当时你这么好 你也不信 刘家明 不如我们赌议吧 现在把你女伴叫了 我让在乘的人平一下 如果你的女伴不如 我要你跪下来想你道歉 就自己扇自己耳光 伸到刘颖满意为止 好 如果我的女伴也有勇气 我要你面 当着所有人的命 大大大命之后 三 没问题 你 你愣着干嘛呢 不愧是没有你伴 才想临时找个人充数嘛 啊 嘿嘿 家明 家明 只不过因为我过去看了一下 像你这一件功力了 找半天 我做了 我把你进来去 把什么都做 真妮小姐 真妮小姐 你 刘家明是我今晚的男的 你是我刚教的男的 介绍一下 我的女朋友是真妮 李泰集团的小姐 刘家明炮上的居然是李泰的手心意 你 我才感觉到你这个面子 有点 有点 怎么会这么自然 感觉你 双个台面 你就是家明的前妻吧 不是这样过信 如果不是你和她离婚 你可能能找到这个优秀吗 你和张威在一起吧 看我只能说 你穿男人的眼光中 我还是去看个眼睛 哪里来的夫妻居然敢笑唤我 哪里来的坡夫 居然在鼎泰的社会晚上是撒野 张威 你说句话 你居然他们这么欺负我 不是你说的 在鼎泰除了红菜就鼎泰帅 闭嘴 你身为鼎泰集团的不服财 居然带着这种货色的东西这里 你刚才冒犯真妮小姐 还不快想她道歉 你道歉就算了 我明白 我明白 我这样子 要丢人一个人丢去 我可不干 我们是狗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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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你不是说要过有尊严的生活吗 刚才算不算让你有尊严呢 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失陪了 大家都知道 药星公司一直是我们公司 十分重则的大可 还因为一些原因 他终止与我们合作 公司打算派人再去和药星达成合作 我们是愿意 我去吧 好 那就由刘主管去和药星谈合作的事 散会 宅年贡猎 宅月 宅年贡猎 行 不要 算性 下来 他本人是给我啥的 为了合同今天把病毒打上 要心这种小公司 只要您出面 以后的病毒还不都是怕的 他说以后不要给他 我都要看到他能听多久 司务主管马上到会议室开会 想必各位听到了一些传闻 公司的资金量在断绝 公司随时有破产的状态 这些情况 都在各位面前的文件 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没钱支付订金 我们不愿意生产 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去说服 不要订金进行收场 按时完成订单 那这个人 就是全公司头等 我来说服工厂的事情交给我 各位放心 如果说我不能说服工厂 放心 不再踏入公司一步 有人跳楼 你别过来 小老弟 你冷静一点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跳楼 姐姐要跟我分手 没有当我活着有什么意思 小老弟 你听我说 等你活到我这个年纪 这些根本就不叫什么事 别过来 再回来我跳了 等等等等 你听我说 其实 我比你还惨 我的脑袋 给我戴了绿帽子 还戴了两次 正在刚才 我还得了癌症 是什么 你听哥说 这女人没了 还可以再找 人没了 可就什么就没了 刘家明 刘家明 你怎么这么喜欢找死吗 就算知道楼下有气垫 你也不能这么冒失的去拉他呀 我不知道楼下有气垫 实际也不多 能够挖着就算是救的 居然是人家跳楼 我看我今天干脆打死你算了 省得以后受罪 今天都会留他 大哥 我要给你拜把子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一副一副的新大哥了 你是不是 你需要不定提醒他 你得救了我儿子 以后就是我老正家的大恩人 你这单子 我借了 那真让他谢谢你 而且 以后你们公司的病单 我全包了 还得给你安折够算 行 走 跟我作家示范 那样子小龙八蛋 好好尽你起兵 这次 多亏刘家明说服厂长 让我们公司 转为为安 公司决定 奖励刘家明 现金五万元 你还不孤家 有《宣传》 乙传 你我现在的 要皇上可以纸给你打的金家 要到猴年马月了 吕强好算的欠我一件 小朋友不是我不想花你钱啊 可是我困难呢 我现在顿顿闲在白州 白天上班晚上还得跑网约车 手机都摔散架了都舍不得换 这信号差着呢 有时候通话都听不见对方说什么 喂喂下面人说什么 信号不好啊像这样啊挂了 没钱还老子 有钱出去敲散 喂夏明 是是是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现在手里确实没有钱啊 这样 我现在在外地出差呢 你等我出完差回去啊 我扎过外天给你挤着点行吗啊 就像这样像这样哎好嘞 来吧 来 干 你他妈的过得够舒散的呀快换钱 怎么到这来了 这都是我客户啊 我得把他们没高兴才有钱给你 大家都是朋友给他面子先走先走 面子面子是几个钱啊 你老子他妈今天就要钱 天经地 你今天多少还我点 加门论 整天没提过换钱的事 今天怎么吹这么急啊 换钱是我没钱 你着急买关门来呀 你说对了 哎哎 我不管你们是吕强的客户还是朋友 这小子欠我钱不还 今天无论如何都在换我钱 这是跟你们没关系 换个就干嘛去 把这小子留给我 你让我们走我们就走啊凭什么 就凭这个 干嘛呢还有谁不不 不管不要打得多就听谁的 怎么样 哎哎哎他们下面 我说我来 你先画大 你这什么意思 你这什么意思 我现在没办法换你了 这些钱你去哪 你先水 这么行 这个你这个 没什么事 田真想你了 你这我跟我下来 嗯 好呀 真 你現在有人跟蹤我 劉駕鳴 白天老子滾蛋 不然老子把你車砸你了 真你你別怕 你們肯定是我來的 都讓我下車之後拖走他們 趁機你趕緊離開 你們找劉駕鳴是因爲什麼事 如果是錢的問題收了數 我替他解決 喬 今天還真是新鮮 好一次見一個女的給男的錢 劉駕鳴 你小子也太沒走了吧 哎 你們兩個 那個我我就是劉駕鳴 我就是女家長 他就是跟不過的 跟他們沒關係 少廢話 動手 都給我綁回去 你 你 我真的 你 我會 你就是他们的老大 抓我们来就是为了从我们的嘴里问出点什么吧 不错 有胆 这么漂亮 放开他 这本事冲我来 拿开你的脏势 不然你会后悔 后悔 你拿什么让我后悔 你旁边这个废物 阿虎 阿虎 别他们耽误老子正经事 这个女人先别动她 你们跟洪泰到底什么关系 你叫真你 一年前忽然出现在洪泰身边 之前的经历一片空白 洪泰那个老豆子 把丁太的一切都交给你管理 我的雇主啊 委托我一定要 大听到你们和洪泰的关系 原话是这么说的 谁以为不出声音 多惨暴啊 你们 谁先来啊 啊 哎 告诉你们 别想耍花招啊 我说我说我都说 我说说说说说说 其实 你先不许杀来着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大哥 我说的都是屎话 洪泰感激我 就是因为我救了他的外孙女 其他任何关系都没有 大哥 你就放过 哎 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 我说的是 你说少我受点罪啊 我操你大意的 你怎么不讲招物道理啊 那美女 你哥 你跟派有什么关系啊 莫不会 你真的是想过 我没关系你也赔份哎呀 我们的人马上到 这里交给他们 咱们先走 原来你这么厉害 我在国外接受过 专业的格动训练 这些混混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我保好你 一定在信 谢谢 田田还在等我们呢 快走吧 子妮 等等我 开车呀 妈 这娘娘怎么这么人家 你也不告诉我一声 这袋 必须得一家钱 哎 怎么这么久才到 路上出了点小意外 田田 你不是要见超人叔叔吗 快去和超人叔叔玩吧 超人叔叔 自从你救了田田之后 你就成了他的超人叔叔 看来田田 看来田田真的是喜欢你呀 带着去玩吧 大夫说还要好好地晒晒太阳 好 走 去玩 有人开始怀疑我的身份 林立 叔叔不是超人 我叫刘嘉明 你可以叫我 嘉明叔叔 田田 别老让叔叔抱着了 叔叔都出汗了 有那么一春节 有那么一春节 有这春节 我会田田是一家人 是 但是像我这样的人 怎么会 还有 你和田田都渴了吧 我去给你们拿喝的 我去给你们拿喝的 你和田田都渴了吧 你和田田都渴了吧 我去给你们拿喝的 田田喝喝苹果汁可以吗 田田喜欢草莓味的 田田 我知道你喜欢嘉明叔叔 但是别忘了咱们之间的小秘密 这件事情嘉明叔叔也不可以知道 刚才那种话千万不能告诉嘉明叔叔 知道吗 田田睡着了 看着点 珍妮 要不要去我家坐坐 认识你这么久 还没跟你好好聊过呢 可以啊 你到底还说不说 珍妮 那我就直说了 从我第一次看见你时 就为你的美貌 所深深吸引 通过这几次了解之后 我才发现 你是个特别有原则的人 我送你好几万的首饰 你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接着 又让我看到了你的能力 顶台首席秘书 绝不是个虚险 珍妮 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人 你表达欣赏的方式 就是不管不顾的抢吻 你不觉得你欠我一个道歉吗 我离婚那天 确实不应该抢我 更不应该 和那个坚持赌气 就跟你表白 这简直是对你的侮辱 对 我向你道歉 好吧 我接受你的道歉 自从上次你拒绝我之后 回到那个大别墅里 我一直在想你骂我的那些话 我觉得你骂得很对 我只不过是 仗着有红层撑腰 到时候耍我一种 臭屌丝罢了 离开鼎泰 我狗屁都不是 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 所以 现在想靠自己 混出个人样来 现在的我 虽然没有什么工程研究 但是和之前相比 已经大不了一样 最重要的是 没有人 再像对待狗一样 对待我 珍妮 这都是因为 当初你骂下了我 我敬你 相比以前 你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变 恭喜你 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 商会晚宴那天 你穿得像仙女一样 出现在我面前 帮我解围 回去之后 我才发现 我已经深深爱上你了 今天被绑架的时候 我发现 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 其中一件事 就是今天 我想对你说的话 珍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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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鼎泰吧 以你的能力 取任何严重 都有过敏的前程 你跟着那个老公 是没有任何未来的 你叫我来你家 就是为了说这个 被绑架的时候 我才知道 你来鼎泰 只有一年的时间 而且入职 就是鼎泰的首席秘书 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那么受了一个 异性的器重 要么 是情人 你要么 是情人 我理解你 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 想要出人头地很难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做呀 你要是想离开你太 跟我说 我可以去帮你去追 刘家明你 你气死我了 哎 难道 我又猜错了 放开 刘家明 串通司机王大强 制造假车祸 旧田田 好骗取洪总的信任和感激 洪总 就是这个人 说要带我发财 发两千块 过我在那套路上等着 还给了我这张照片 说 只要看到照片上的女孩 就让我开车 假装上去 结果 我一紧张 竟然真把人给撞了 吓得我 就赶紧开车离开了 洪总 我没有 偷向我 还说没有 这就是当时 你给他的那张照片 上面满满的 都是清净净净的你的指纹 你还有什么和脚链呢 你随便找过人 就往我头上抠起 你怎么他能照片 他就能死 够了 刘家明 从现在开始 与泰集团 不再和你有任何关系 你和詹妮 不用再见面了 幸亏让我发现了几时 要不然我还不知道 被你骗到几时 活蹦着干什么的 没听见 活蹦就让他滚 马飞 扔出去 扔出去 活蹦 活蹦 刘家明 我长话短说 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 一定是张维陷害你 珍妮 有你这句话 就够了 张维那段天空视频 肯定是伪造的 你好好回忆一下 那天的经历 想想在那个时间点 有没有人可以证明 你不在那个现场 至于那个司机 我会想办法调查清楚 张维可能还会对你下手 你自己要小心 珍妮 你是在关心我 刘家明 我没时间跟你胡闹 放心 珍妮 我一定会证明 我的听感 等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我有些话 再要对你说 那个环公大爷 只要我能找到他 就会证明 我那个时候 不在生活现场了 大爷 我会证明 你知道 之前和你一起工作的 那个大爷 你去哪儿 不行 我 我就这么放弃了 能否把全是在环公为了遍 我一定要冲通那个大爷 哎 听说你最近倒是跟黄文公搭话 不是公司要倒闭了 让人介绍你去嫂子间呀 嫂子 你傻可以 证明我的亲满 你不会以为自己还有机会 可以分 死心吧 你就是个当废物的命 坑我斗 吹 别指望真几能帮你 他现在红狗红二次的解释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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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你可别做傻事啊 你别想不开啊 这不行啊 张伟呀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我怎么居然没有发现你是这种人 红狗 我冤枉啊 是王大强 王大强他主动找我说刘家明有问题 那个监控中央也是他给我的呀 我 我相信刘家明对您不利 我没有调查我就把他带到您面前了 那谁知道 是我调查不中 是我做事不体验 我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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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限刘家明 张伟 你到时会撇刑自己 好一张杀人灭口 刘家明 你是要在鼎泰集团 辱灭鼎泰的副总吗 你把红狗放眼里了 你不是无敏你 走投 张伟呀张伟 作为集团副总 你竟然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集团副总你不用干了 好好回家反省 黄总 黄总我我在集团这么多年 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因为这点小声你你这边我执啊 我执 黄总 我觉得这件事 够了 刘家明 这件事到此为止 你还是我红太的贵宾 朕尼还供你拆解 朕尼 送刘家明离开 这件事明显张伟才是主谋 红总为什么不去追查 红总最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忙 没有精力处理张伟 什么事这么重要 红总要给田田找领养人 自从红总的女儿女婿 在两年前的车祸里双双去世 田田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红总的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 所以现在红总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田田和顶泰集团 这次也不光是要给田田找领养人 还是要找集团的继承人 你也在继承人名单里 除了你之外还有很多集团的少爷千金 都在候选人名单里 所以接下来的一个月 你要好好努力 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今天晚上来我家吧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 小林 陈妮 你就是 要表白吗 当然 我 named you 小林 我 是 眼睛 你 你 做什么 tons 充足 能不大 我相信也很多男人都会让 如果没你 我可能现在还是一些学乏会获得包包 让我看到圣明中的几把口子 只要你说一个标准 我一定努力 你 真妮 有一件事我瞒你很久了 其实我得了癌症 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刘家明你一大早上说什么胡话呢 我说的都是真的 说起来还真是我的 刘盈和我的大学同学在家里 我呢 捉肩在床 发不肩负打 去医院看病 就说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心想 还不如干脆死了算了 幸好 一个侯文工大爷牵着我 他说 死也死了后不愿意 当我看到天明被车撞的时候 想起了大爷什么话 自己做下好的事 谁知道 非但没死 还认识我 你也想知道 我就想做 一些事情 刘家明 我们找的找的好苦 让你们费心了 你放心 以后 我一定积极配合治疗 还治疗什么呀 你根本就没有病 没病 对 那天你走了没多久 我们就发现你拿错了别人的检验报告 结果一直联系不上 家明太好了 这天我终于不用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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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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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是你珍妮呢 什麼珍妮嘉妮 這裡只有你和我 我就不信你這麼快地對我沒了感 我們繼續看 我們已經離婚了 這咱們不介意 你媽啊 如果你喜歡我生意 你不是這麼變態的嗎 我沒時間陪你們玩 我先走了 不知道你對鼎泰集團 有沒有興趣 一會兒留影 一會兒鼎泰 這你到底想說什麼 我再想請你 我願意想 事成之後 你讓我幫的 恐怕不是想 我要你啊 我怕這名藥 到底還有差別 就這麼肯定的 幫你 你就不怕 告訴我 泰 你還是先看著這話 張偉 太賠逼了 是你來威脅 他可 我 我好幾個海外的工兵 才把他抓住的 只要你放著 答應 合作愉快 事半成 我此人沒放 我想知道 你現在明明已經是頂排的副總了 金錢和地位都不許了 因為這是我該做的 我 警察的女人 已經在這裡 是 只不過也愛一個天 警察悲傷過的大雨 驚心在病床前找到女生 東奔西奏 安復後 我是安復古東的海鼠 警察的病床上 驚口 拉住我的手 給我說 警察的未來就靠你了 這我故事 你小兵 死了我 隨便救了一下田田啊 洪臺有對你無比的信任 我這公司當你的酒吧 呈現了 你信不信 真的把我當你 當我當狗 一樣 我就要給你踢開 所以你就想投死我 讓我獨懶大學 不是 誰 誰告訴你這是主標 就是一個強項主標 你找機會幫你 我去找到老頭 你找我公司寫入的秘藥 到時候 整個 都是 那珍妮呢 是不是能讓我見 工章 秘藥 真不肯定 你 你 你也知道我看 說不定那天一程中他要吃點小火 是吧 你要是個逗子 我一定不會放過你 讓我記 現在你 你有什麼資格對我這樣說話呀 啊 就是 抓進去 整個 你 是這個表情啊 難道天天 不想看家見美叔叔 那我走了 天天 聽你的外公說 最近都不好吃飯 不好吃飯 這身體 怎么才能长高呢 我也想他 我向你保证 珍妮很快就能回来 如果想要珍妮回来 就让我去伤害别人 你会怎么办 那如果珍妮被坏人抓走了 让你去伤害好了呢 今天 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 你愿意人陪她坏人 天天真勇敢 现在呢 嘉明叔叔 想让 黄总 黄总 过来吧 你也有今天哪 我不死的 早把公司给我 不就完事 哪还有这事啊 干嘛呀 给你拼死拼过 多年的人 你不信 你不用 你偏偏把一个穷屌 私当成宝 你怎么想的 没有 没有 我确定就在这个屋子里面 密室 找密室去找密室 找密室 你去找密室 你不想见你的真理了 张伟 你现在收拾盘 来得及 要是你家 你有什么自由吗 你为美人 我为江山各取所需吗 过去 你们喝起我来耍我 你不是质问我 刘嘉宁比你强在哪儿吗 我告诉你 他比你有底线 而且他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坚守底线 刘嘉宁 幸亏你从我天天给我传递小子 要不然 我辛辛苦苦创立了警戴 就被我承受你的手里 刘嘉宁 你还可以提一个愿望 你尽管说 珍妮 珍妮我已经派人去救了 珍妮 我想和珍妮永远在一起 我发誓 我会永远对珍妮好的 珍妮虽然是我的首席秘书 但是这件事 我要问她的意愿 先回去吧 好 刘嘉宁 我在你家楼下 你没事了 太好了 张伟的人有没有为难你 有没有受伤 没事 要不去你家拖了 让你仔细检查一下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不过 这么晚了 你怎么不回家休息啊 我饿了 来找你请我吃饭 好 这个点 好碗子都打烊了 要不明天 明天 我请你吃好吃的 这么晚了 还有这么多人 这家的味道一定很棒 怎么能说是委屈呢 这年红总说 我皇上可以再学院了 你学了什么院了 人家说 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 我跟他说 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 他同意了 他没同意 但是也没拒绝 说是要征求你的意见 还说考虑清楚什么的 真妮 你不会真的是他的潜人吧 我也没关系 我也不介意 但是 他会不会什么的你啊 毕竟你那么优秀 刘家明 你脑子里到底在想学什么 我正式告诉你 我跟红总没有任何不正道关系 你不要再瞎想了好吗 那就好 那就好 没事 没事 家明 如果 有件事我骗了你 你会生气吗 我怎么可能会生气呢 我也没什么好骗的 即便是你骗了我 说明那件事 我不应该知道 我再问你一次 你的愿望 还是和珍妮在一起吧 你可以用这个愿望 换取你无法想象的金钱和地位 到那时 会有很多比珍妮更漂亮的美女 对你头怀送抱 你要不要换一个愿望 我只要珍 年轻人 实话告诉你 我打算让你收养田田 我的时间不多了 等我死后 你将以田田的监护人的身份 继承鼎泰集团 您放心 我一定会霸天田 当成我的亲生 我还没说完呢 如果 你要收养田田 你就必须取 山海集团的异性 山海集团的先机 易小姐对经营十分擅长 她会帮你做个 鼎泰集团总裁的位 那这你怎么办 珍妮可以继续 以手心秘术的身份 待在顶泰 你还有第二种 你和珍妮在一起 代价 你俩 将和顶泰集团毫无关系 珍妮也将失去 在顶泰集团的一切 我可以使得珍妮是好 你应该 我相信 珍妮的能力 一定可以帮你管理好 要的东西太多 要么先从我打你 要么你和珍妮一起 滚出一台阶 你自己选择 珍妮是最后的考验 希望你也不会让我失眠 建律师 可以开始准备那件事了 珍妮 我想你的 我才出差走了一天 你就想我了 听说洪总单独找你谈话 不会是他为难你的话 没有 洪总人特别好 如果说 我让你离开顶泰 你会等我 离开顶泰 对 就是那种 永远不会再打交道的那种 可以啊 真的 你真的 你真的愿意 放弃在顶泰的一切 我可以去你现在的公司面试 或者做你的全职太太 感觉都挺有意思 我现在更加想你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这么奇怪 真的不需要我帮忙吗 真的 我爱你 我爱你 洪总 我知道怎么选择了 洪总 我想说我选 这里我从来没让人上来 你算是第一次 来来来 你看 这 这 还有这 这都是顶泰的 每当我站在这里 我就觉得自己无所不得 而现在这些 都将是你的 只要你放弃一个女人 你现在面对整个顶泰 说出你自己的言辞 我曾经以为 自己是因为没钱没事 所以活得没有尊严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尊严 是要靠自己争取 以后你们公司的名单 我全包了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 我不能因为选择金钱 而抛弃自己的爱情 我曾经以为 穷很可怕 以后以为 死亡很可怕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唯唯诺诺 不能正视自己的内心活着 才是最可怕的 我如果说放弃真意 无论我的后半生 是多么风光 我的人生都是不完整的 红总 我还是想选择真意 鱼不可提 你简直蠢得无可救药了 算我看走了眼 你这个蠢货 我不想再看见你 滚 从现在开始 你不要再出现在外面前 好小子 我没看走眼 好 真是太好了 正姐 从今往后 你就要跟着我受苦了 真是对不起 我不允许你这样说 你为了我 居然可以放弃整个鼎探 我高兴感动还来不及呢 以后就让我们 做一对普通的有情人 我叫你家你 我不学你 你自己 如果你一个人 你什么心 你差点放弃自己 自己的心 你见了 是不是见 后来 你竟然是我在 最大我的女孩 现在 最大 今天是不是很开心 什么 就是本身的 狼狗系列家 好 太 我决定 满足你一个月 还有 你昨天的道报是怎么做的 跟我道报都没理的 陪我自己走路 前进了比他出现一集 现在是我的领会上司 我来认识的人帮忙 我意识的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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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哎哎你干什么你哎 好几年遇上这种事情 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绑架我 你好 我是洪太先生的律师 洪先生于今天下午失事了 洪先生生前给你录制了一段视频 遵照他的遗嘱 需要在他实事之后 我放给你 当你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 我已经不再人世了 还记得当初让你做的那个选择吗 其实那只是一个考验 当你选择了珍妮的时候 你就注定了要从我的手里继承顶太阶 当我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的时候 我就已经在选择候选 其实候选的继承人当中有好多人 他们哪一个都摔你好几条 他都摔你好几条肩 可是你小子有底线 有面对诱惑 绝不动摇的底线 就凭这一条 你配做我的几成 我死后啊 见律师会找你 帮助你处理一切事 但是你小子一定要记住 你曾经说过的话 好好的对着你 你放心吧 我会好好对着你 虽然现在说这些有些脏错 但是我答应过洪台 要好好照顾你 所以 珍妮 我们结婚吧 我知道 现在结婚有点仓俗 不过你放心 等后面我一定给你补回来 但是我们现在得赶紧结婚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领养甜甜 你想和我结婚就是为了合法领养甜甜 不不不 我当然是想和你在一起 才选择和你结婚的 但是我也喜欢甜甜 你也喜欢甜甜 甜甜也喜欢我们 我们在一起生活 不更好吗 你要是和我结婚 就不用领养甜甜了 因为我就是甜甜的亲生母亲 什么 那洪台岂不是你的 没错 洪台就是我的亲生父亲 还记得我和你说过甜甜的父母 两年前在国外出车祸去世吗 出车祸的就是我和慕容勋 当时我们一家三口在国外旅行 突然遭遇车祸 把我和甜甜救出来的时候 车就爆炸了 我连我丈夫的一块尸骨都没收回 我当时被车窗玻璃毁了容 在国外接受治疗 容貌大变 父亲怀疑这是有人故意所为 所以叫我隐藏身份 化名珍妮 成为她身边的手心吗 那你应该是 顶她的继承人啊 我必须得隐藏身份 我还没有找到车祸的凶手 我还没有为我的丈夫慕容勋报仇 只要一天不找到凶手 我和甜甜都不得安宁 你放心 以后我保护你们 最近甜甜恢复得很好 相信过不了多久 就可以开口 讲妈妈了 嗯 美丽的珍妮女士 你愿意嫁给你对面的 刘家明为妻吗 无论贫穷或是富贵 健康或是疾病 你都愿意无条件地照顾她 关心她 爱护她 你愿意吗 不愿意 好 下面我们帅气的新郎 可以去新闻你美丽的新娘了 再来 再来 又平了 再来 又平了 又平了 我反对 阿勋 你 你还活着 是我 我回来了 爸爸 田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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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快叫救护车 叫救护车 谁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老婆 馨儿明明是我的妻子 你不是死了吗 死了就应该在阴草地方好好待一下 你爬上来做什么 如果天天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饶不了你 天天是我的女儿 你有什么资格替她说话 别吵了 天天现在还没有醒 我们出去睡 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时发生车祸的时候 我从车里摔入去撞到了痛苦 当我被人救醒的时候 我已经失忆很长时间了 整段时间刚刚回复 所以立马回复 那我想知道 我刚回来就听说你联络一家 你信 我知道这两年你和天天过的一定很不容易 可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 我想补偿你和天天 红鑫已经死了 在你面前的人叫珍妮 是刘家明的妻子 我不会剥夺任何你作为天天生父的权利 但是也请你不要打扰我们现在的生活 昔儿 我 以后你在生活上任何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随时过来找我 我没想到我会再遇见他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面对的 加明 你相信我 我当然相信你 你必须这么着急 你放心 我可以给你时间 我必须越快越好 否则我怕我会心软 毕竟他是我爱了那么多年的人 但是我更怕 我的心软会让你受委屈 你不是说 红鑫爱你爱的死去活来 你见到你去被串了 然后将顶太极和双手放着 他只是一时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其实他心里还是有我的 再说了 当初我能让他爱上我 我就能让他爱上我第二次 那个叫什么刘家明的 他算什么东西 凭他运气好啊 不像某些人 提前给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下了安眠药 然后趁他们睡着的时候 悄悄留下车 让车坠入山谷 自己则偷偷地藏起来 等待继承岳父的家产 没想到妻子和女儿 竟然被路人救了回来 多年的经营就打了水漂 够了 我毕竟是你血缘上的哥哥 你说话给我注意点 你也知道 只是血缘上 如果你能成功拿到顶太的话 说不定老爷子还能认回你 但如果你还像两年前一样 计划失败 那就可就 进不去一家的门了 山海集团不了闲人 一家更不出废物 大佑给我时间啊 这次我一定能拿下警戴 今天的事不许跟老爷子提 那就要看我的心心 提醒你去 我爸最不去的就是 如果你总是让他失望的话 说不定他就换人了 哎 我等着 我会让你们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一家人 想什么呢 这么疼 我觉得慕容许有问题 什么被甩出车 什么事 一个字都不会相信 他以为是在拍韩剧 你这么说 我也觉得有点问题 我好像也发现了点什么 你也觉得有点问题 快说说 发现了什么 我发现 你怎么这么爱吃醋啊 我跟慕容许认识了这么久 又做了这么多年夫妻 我了解他 这次肯定是你想多了 赶快睡吧 明天是你作为鼎泰总裁上任的第一天 还有媒体采访什么的 我们还要搬家去父亲的宅子 会很忙的 慕容许突然撤险 肯定有点阴谋 小心 糟了 他换了电话 我联系不上他了 要不报警吧 那我们怎么跟警察说 说孩子被他爸爸接走了 还是先找找看吧 走 你不要太着急了 田田他吉人自有天下 一定会没事的 刘先生 孟先生带着小姐回来了 我本不想进来的 田田非要拉着我进来 刘家明 带田田回房间 好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不许你私自去见田田 晴儿 珍妮 你能不能讲点理啊 田田也是我的女儿 你也说过 你不会剥夺我作为田田生父的权利 对吧 好了 我明白 我明白了 一定是因为那个刘家明对吧 那么一个小心眼的男人 你都能看得上他吗 跟刘家明没有关系 你知道我今天有多担心吗 自从上次车祸 我每天都提心吊胆 我感受怕田田再次发生意外 我知道你不会伤害田田 但是 你能保证田田跟着你不出任何意外吗 我 你能保证田田 是没想到你 这是她的 我 这 女儿 可明明我们才是一家人了 难道我最后要见自己的女儿 我还要看一个外人的脸色吗 这次就算了 下次你要是再不声不响的接走甜甜 我就报警 妈妈是在手上吗 甜甜是想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吗 但是你没什么家门叔叔生活在一起 四个人太启发 不回家家里这么大爸爸也不怕 都在想要 你还想不明白 如果让你选择一个 你不选择家门叔叔还是爸爸的 CRIS nodes 有我时候不买不不好意思 不不 на会儿不抱不顾不 不甲了我们不羞啊 就让你待这么一会怎么就把他弄哭了 你不想爸爸放开我也不想 San 你不想 你听我解释 我没有骂天天 我只是 家明我们生孩子吧 家明 你冷静一点 你不是因为我和慕容许有孩子 觉得不舒服吗 那我们就生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这样你就不会觉得自己不如他了 我什么时候觉得我比不上他了呀 那你还和田田说那种话 不就是怕我选择慕容许 带着田田和他走吗 你 你都知道了 刘家明 我们认识了这么久 你应该知道 我不是一个拖泥带水的人 我选择了你 就不会再看别人 即使是我曾经爱过的人 也一样 所以你要打起精神来 你现在是鼎泰集团的总裁 我喜欢勇敢无畏的你 珍妮 我越来越爱你了 怎么办 我发誓 会把你让任何人的 咱们一会儿还有一个会 刘总和余总都已经到了 天津 我最近 是在找不着 但本市的企业都不敢用 是怕得罪了现任总裁 但是去外地的话 我都见不到田田了 所以能不能请你帮着忙 给我安排一份工作 大男人装什么可怜 就是想找结尾和真正救星妇人 必须斗了她这个念头 可以啊 我记得你之前一毕业就在鼎泰 那就还去你原来的部门吧 你回去等入职通知 好 你是不是想问我 为什么要让慕容勋进鼎泰 你怎么知道 慕容勋是个人才 你别多想 现在鼎泰正好是需要用人的时候 我没有理由拒绝他 要不这样 你把他在公司认知期间的经历 还有个人答案发给我 我身为总裁 有必要了解新员工的私质 好 我就说了他很优秀的嘛 你要是觉得有压力的话 就好好学习管理企业 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总裁 别什么工作都丢给我 好 你个老东西 闺女想去城里打工 你想办法 随便给他在城里找个活干就行了呗 干嘛跟孩子 我男性大本事 再说了 城里干事不多好 管吃又管住的 这个瞎子 说不干都不干 想不出办法 你今晚不准回来 你出去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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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妇 媳妇开门 开门 别吵了 媳妇 开门 开门 大惊喜 拿个电视 拿个电视 财经频道 财经频道 这不是 那个被你赶出去的 你那个儿子吗 别说家家的工作了 怎么全家都发达 发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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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是刘嘉明 臭小子 你连我的号码都不认识了 你不是早就和我断结关系了吗 还来找我干什么 我看你新闻了 你小子出息了 当上大集团的总裁了 我得好好孝敬小女女 别我啊 你想怎么样 先给你妹妹这个家家 找份好点的工作 一会儿 我把她的联系方式发给你 怎么样 发给你个卡号 先给老子打几百万花花 其他的 等老子 想起来再说 你做梦 你要是不给的话 我就找媒体曝光去 现在可是大人吗 精气闹吧 喝点 我走 儿媳妇药 师兄 孙女吧 我还没喝过 她洗入茶呢 不行 你别找声 说她我不答应你 但是我醒着你 离她远一点 好玩了 爹 跟她想你的风 哈哈哈哈 哎呀 啊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什么 刚才有人 一直给我打错电话 我都说打错了 还一直打 所以你就生气的 把手机都摔了 还把办公室搞成这样 哎 真姐 你别收拾 等会儿让保洁部的人来收拾就行了 保洁部 对了真姐 我 我有个朋友 托我给她妹妹找份工作 这样 等会儿我把微信推给你 你把她安排在保洁部就行了 保洁部 还有很多部门都需要人呢 你有她简历吗 我给她安排一个好的部门 不用 她只配呆在保洁部 帅 你给我说的 你这个帅什么啊 我说我新买的电池限量款口红怎么就不进了 原来是被你这个臭不妖脸的给拿了 大不了让我哥赔你了吧 我这可是限量款 你哥是个什么东西啊 他赔得起吗 我哥是你们的总裁刘家明 哎 珍妮小姐 您之前偷偷塞进了刘家架实在是不像话 她总是躲在工具上偷懒 干活也不行 还总偷偷拿公司员口东西 是吗 该处罚就处罚 你不用看我的面前 这都不算什么 更离谱的是 她到处说她自己是总裁的亲妹妹 偷偷了她就等着被她哥炒鱿鱼 我觉得她老子可能有问题 要不干脆开除了吧 这件事你看着处理就行 不用问我的意见 柳家家的工作我已经给她安排了 你要的钱我已经给你了 你还想怎么样 开始 哪个钱你打发一万的呢 还有家家的工作 你很好意思听 昨天家家告诉我她没公司开除了 你能告诉她吗 家家是你妹妹啊 工作我也在找了 她不好干的开除是她的问题 我再 给我你下辈子花的 别再 你 你报警抓你 给我你敲诈乐死 送你去吃牢饭 她怎么说的 老公 算了吧 给人钱够多了 把点比起了 你个老废 我不是她亲娘 但是你可是她亲爹 儿子跟爹花天 天天地夜 告也白告 发财的机会就在眼前 你从个屁呀 去 解释课 还得靠老娘 你最近是不是遇上麻分了 愿意跟我说说吗 我没想瞒你 只是 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感觉他们应该不会轻易收手的 还好你及时告诉了我 这样如果他们接下来有什么动作 我们也能及时应对 总裁不好了 外面有一个大妈带着一群人 在集团门口拉了横扶 说你不善养父母 又为难妹妹 保安呢 为什么没有及时驱散 他们刚来不久 就有一群媒体的人过来了 外面还有一群 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人 正在直播 保安根本不敢继续驱散 妈 救他会杀我死 你活出去 陪他一起闹 走 你一定要好好曝光一下 这个刘家明 足够不容 刘家明 你给我出来 你出来 刘家明 来天曝光你 你给我出来 你瞎明 这不是你活的 赶紧说 不然我去报警了 你 我赡养父母 诸董不如 哎呦 哎呦 你们快看看 堂堂鼎太总裁 打他妈了 你虽然不是我亲生的 可你也是我养他的嘛 你会造报应的 你干什么 你真的说 各位 我爸死得走 没过几年 我爸就把这个叫 朱桂花的女人取进了门 自从他进门之后 我家是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稍微有不顺意 对我就是一顿打骂 后来 就把我所谓的妹妹 刘家家 生了下了 我更像是被捡来的孩子 好事 从来没想过我 这挨打 倒是自自不辣 我打你也是为女好 哪个大妈的 不打自己的孩子啊 那让我放弃 已经考上大学 那也是为我好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 当时我爸反对我上大学 都是你一直在说 说什么 上大学浪费钱 还不如上班拧螺丝 自从我爸 跟我断绝关系之后 我是没向家里 要过一分钱 我受尽了同学的侮辱 和白眼 这些都不算什么 幸亏老子命运 都挺得过了 你们说 这种人还配做父母吗 这年 叫规格记者发布会 我宣布 结果刚才这个文药 实在是 你先看看这个 再决定要不要辞职 居然都是正面报道 这评论区 毫如也能有质疑的什么 但是其他网友 也会帮忙解释 珍妮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的确有提前 跟公关团队打好专 但是起到关键作用的 还是你 要不是你那番 情真一切的控诉 他们想要发挥 也没有空间呢 这事太好了 游家铭 怎么总是念起那么好 哈哈哈哈 哎对了真年 这周日你有空吗 你还记得之前不定提过 就我两次的那个 还武功大爷吗 我一直下场的机会 好好赶紧一下 这是应该的 你想叫我一起去 对 我最近终于有了他的消息 而且咱们俩都认识 都是因为他的一句话 所以我想带着你一起去看 没问题 我帮你准备上门谢礼 好 是这里没错呀 门口老太太说 老团这会儿应该在家睡觉 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你还记得我吗 当初是你劝我说 死也死得轰轰烈烈 现在是遇到什么事 居然这么想看 在家里看没去自杀 是你呀 小伙子 你为什么要救我呀 你让我死了算了 我死了就解脱了 你救了我一次 也救不了我第二次 我 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 你救了我两次 现在是我报恩的时候 你有什么事情 你尽管说 我一定帮你 还不是因为 我那个讨债鬼的儿子 哎 他们哪来的小子 居然拖到你爺爺火 找死 啊啊 你就是老谭的儿子 小伙子 听说你一直逼着你 一起拿到钱的机器 我皇上就帮你 他在书 什么样 把这个皇屋服 你这是给你莫选 我一定会账 大哥大姐 莫名什么模样 不是吗 我告诉你 赶紧乖乖把老子放 赔个十万八万的糖尿负 老子让我一弄死你们 你刚才老子说的没错 跟你直接打死 啊 姑奶奶我错了 让我一命 我一定好好做人 这不是会好是换了 给你 放开 我们是你爹的朋友 听说 你欠了一笔钱 我们可以把这笔钱给还上 但是 你要把这个保证书给签了 保证以后不再赌 孝敬你 走 iamo 这笔钱 你能还得起吗 对 我 奖 江青 你能还得起吗 现金换钱 我稍后让人发现金 那意思是 这莫爷行 我把他行我牵着这些 到时候给我把胳膊剁了 不行太危险了 嘉明你不能去 小达 你跟莫爷约一下 我陪你去 好好 朕尼 看小达的状态 摆明了有人要利用他来对付我 不得过这次了 他们肯定还会在 谭家父子上 动歪脑筋 倒不如 索性将计就计 他们他们 到底有什么目的 有什么目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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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给你爸爸准备一个吗 其实我也想了很久这条手链给谁 但是妈妈可在没有住宿在一起的时候 妈妈笑得比较多 那还是把这条手链给咱们收拾吧 哎呀谢谢田地 放心田地 我一定会一直对你妈妈好的好不好 好的告诉我 我一定准时到 兄弟 你还真挺仗义啊 真愿意帮小谭换场 可惜有人花钱买你的小命啊 好吧 你说的那件事我办好了 答应我的好处 给我吧 不然 拿去天海的可就是你了 刘家明 你到底是人是鬼 我只是拿了钱财 你要是索命的话 就去找其他人 莫言 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 就是为了不断带给你惊喜 看看吧 莫言 无论是谁出钱买我的命 我出三倍 而且我保证不会让你干任何违法犯罪的事 你不光仗义 你不光仗义 他很有谋略 佩服 佩服 没看法人 你小子是个人物 好 我就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振年 明天跟贾氏的签约可能会有个原因 我刚刚得到那个消息 真是已经求救了一个山泰 这个东西能够做过去 所以我赶快告诉你 最近鼎派的很多客户 都转向了山海经历 没想到就连贾氏也 明天就是和贾氏的签约仪式了 可贾氏并没有通知我们取消合作 看来我们几个早上不知道 他出去找朋友了 应该快回来 哦不 不跟你 可能我们现在不是去 但我们不再还是 你自己 我愿意远远处理 你可以依靠的 我已经有可以依靠的门了 很晚了 先回去吧 莫先生 请 明天你就会知道 谁才是真正你能依靠的人 可我们得到消息 说你们鼎派的现任总裁刘家明 疑问局势 这绝对是谣言 刘总今天只是有别的安排出不出身 你放心 有我代签的合同 鼎派集团一样承认 总之今天加入到刘家明 这个合同我是不会签 贾总 我就说刘家明已经死了 亏你还捏在和洪泰的交情上 不肯把订单给我吗 怎么样 现在相信我说的话了 易小姐 山海集团和鼎派向来是公平竞争 最近山海集团接二连三地挖走鼎派的客户 如今又造谣说鼎派的总裁死了 你信不信我告你山海集团诽谤 我是不是造谣你 你心里清楚 我问你 刘家明是不是从昨天下来的一件事 你不会是客夫吧 嫁一个死一个吧 贾总 我劝你这种晦气的人啊 最好离得远远安大 你说什么 客夫 没什么 贾总你看 是今天就和我们把订单签了 还是等到鼎派集团因为总裁离世 而彻底打乱的时候再找我们 到时候可就没有这么优惠的条件 谁说鼎派的总裁离世了 谁说鼎派的总裁离世了 不好意思 贾总 我来晚了 签约可以继续吗 坐 家明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失踪这么久到底干什么去了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贾妮 现在还不是说破的时候 过几天不是田田的生日吗 我想要办个营地聚会 让她邀请小朋友们一起过来 你觉得怎么样 怎么又扯到田田田的生日了 刘家明 你故意让我着急是不是 贾妮 你先别着急 等田田生日那天 一切都清楚了 说不定 连当年的场车火都会真相答白 好 我相信你 你想做什么我都愿意配合你 嗯 你 你 你这个废物 自己没有就算了 他害得我在贾总和刘家明 珍妮那对贱人面前出手 你根本就不费心 躲回你那青春的教授呀 你家去 明天刘家明就给你按呼按赞 我也在邀请的名单里面 可是我知道你把你今生之事 你才会怎么样 那现在拖鞋在等你一次 烂下了谁烂下了 哎呀对不起啊 你看这个最大的是给我们家田田的 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田田的生日会 我们一起给他唱首歌吧好不好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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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呜 你今年几岁了 的 等会儿带他们去吃个烧烤 完了之后带他们去那边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的预感告诉我 是不是等郑林一杰出 我就决定被警察带走 你的预感不怎么准 我怎么会让田田 看到自己的亲身父亲 被警察带走 你别在我面前提田田 田田是我的女儿 不是你的 你也知道田田是你的女儿 你现在国外 你闭嘴 好 那我问你 是你派人也有小贪图 然后暗示他去找墨云 借高利贷 包括老谭的地上 也是你匿名发给我的 你知道 我对老谭家的事 不可能不管不顾 我真的很好奇 你给墨云灌了什么迷魂汤 他不但不杀你 还跟你说这些 墨云还是挺有职业操守的 他确实把我的手紧扣 丢进了大海 幸好 田田送我的手紧 我才活了下来 我跟墨云 现在是兄弟 我最讨厌你这一点 总是那么幸运 你刚才的预感 也不全错 的确有警察 但不是抓你 是抓墨云 他开设赌场 放高利贷 估计墨云和他的小弟们 你一边从凶到地 一边报警抓人 刘家明 你的手段可以啊 墨云人不错 就是走错了路 等他出来 我会安排他到 鼎泰旗下的安保公司 当行李 专正经纪 这才是兄弟 你懂吗 除了墨云的事 鼎泰频频流失客户 也是你干的吧 我当初就劝证你 不要把你个祸 还招进公司 没想到 你果然不干什么好事 差点被你搞垮了 那是因为我爱着你 我就认识不了 他和你自己 所以 家破人亡 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是山海集团一组 如果我认识你 那山海集团 我当时唯一的寄账人 这你也会回到我 那我们和你 不像以前一样 过着幸福的生活 这怎么算是家破人亡呢 你根本就不了解 这你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 一样爱慕虚 你本以为你的人 就是当 你居然还想成为 山海集团的继承人 你在国外制造 准备趁红派 痛失至亲 心里防线最脆弱的事 又骗他 立你为 独裁机团的技巧 然后风风光光的 认阻归宗 刘家明 你别送他把 屎盆都扣到我头上 我爱撑合市场意外 我怎么可能会 害他妈母女俩 你那么爱钱 应该提个人去好家 有钱能吃鬼的梦 我找人 在外网上 发布了一个事 前上一切见过 你说好想 我找到了当初 处理这件车祸的情 这个阳警察 就告诉我一件事 爆炸后的汽车厂 他们当时 给人拿回去坐下 根本就没有 你不介意过去 发生车祸的时候 他跟你们 正在车上睡觉 我说过 当时车祸是什么意外 那为什么发生车祸 你不第一时间联系真逆 我当时失忆了 好 你说当时有人收留 那你把这个人的联谊 放置和地理发馆 我马上派人去喝池 刘嘉宾 你有完没完结 你是不是要赶紧杀绝 是你差点害死我 最爱的女人 是当时妻子和女人 我爱着你 那你能找出 有人为你作剩吗 坐 坐 好 我承认 都是我做的 你满意了吗 告诉你 你永远 替代不了 我在正宁心中的地位 你也永远 毁灭不了 我在他心中的形象 你想干什么 珍妮 救命啊 刘嘉明 是你 你听我解释 不是我 刘总 你和天天爸爸干嘛呢 我没有杀他 是他拿我自己的手 给捅上去的 刀子里的她的 对 我当时见犯了她脸面 杀害妻子女儿的事情 她恼心惩怒了 所以就 她就是故意 然后栽账给我 你的意思是 她活着命 就是为了栽账你 对 刘嘉明 你以为警察犯案 是些小说吗 怎么会有人 活着命 就为了栽账你 这样做 对了有什么好处 这样 我就永远不可能取代 她在这里心中的地位 也永远 毁灭不了 我在她心中的形象 你是不是有感情杀绝 是你 恰恰恰死我 最爱的女人 和当时你的 妻子和女儿 我没有 我爱着你 那你能找出 有人为你作证吗 好 我承认 都是我做的 你满意了吗 您好 我是刘嘉明的心理 我 我 刘嘉明已经交接了 她的安静 进行 现在刘嘉明 号写犯 什么新证据 我 我 我 你 你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过来给你丈夫送被子来了吧 两个丈夫 一个被人组了 一个马上就要安静走 我说你客服还真是没错 我没空跟你吵架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 慕容勋是我爸的私生子 论学院我要叫他一生哥哥 他死前留给我一封信 远家我交给警察了 父亲家还在我这儿 想看吗 想看就跟我走 怎么样 有没有很感动 我哥居然愿意为了你去找刘嘉明谈判 希望他能退出你的手 可我告诉你 这一切都是 我哥他根本没有爱他 我爸的私生子一大把 有些人 甚至这辈子都不知道他心 为什么要学他这东西 因为他是很爱的东西 我爸每次跟慕容勋见面 都在这儿 因为我才是我最感觉 最骄傲的孩子 我亲耳听他说过 他怎么会 他和你最亲 就因为你是 你是千金人 你喜欢的人工人 是不是 你喜欢的人工人就扑了 你是不是以为国外的那场生活是个异案 我告诉你 是不容轩亲生死的 他提前就在你的野家里画家里面里 然后把车开到一个弯道 然后就让车那么的摔下去 他甚至都不管你们亲生女儿的死活 而他这么做 就是为了从洪太手里碰到进程球而已 然后把鼎泰交给我爸 换取一个相义的字 看到了吧 从头到尾你在当夜里 都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你怎么不伤心呢 啊 是因为你现在爱的是刘家明吗 马上就说到他 我爸说过 只有他得到或者毁掉顶台 才会让他心意 所以洪太死后 他以为把你从刘家明的手中抢走 他就能顺利继承顶台 可他万万没想到 他根本就斗不过那个 从他心里都瞧不起的蝼蚁 不如宣知道自己受邀参加生日聚会后 便想着在生日聚会上 和刘家明发生点什么 总裁突然报警 这顶台来说一定是一个不行的东西 没准就会因此垮掉 生日聚会的起立天 他非要把这封信交给你 说如果他死了 就把这封信交给警察 刘家明被判死 刑了刘家明的刘家明 他希望自己的墓碑上 能写上他姓义 我得到慕容学死寻之后 就立刻亲自取了警局 把这东西交给警察 警察果然把刘家明 当成了头号嫌疑 你丈夫就要挨枪子了 你们顶台马上就要没了 你怎么不伤心啊 哭啊 你哭啊 你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哭呢 我爸第一次带我去马场的时候 我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下来 哇哇大哭 我爸就指着远处的你说 他看人家洪心 人家从来都不哭 这才是一个合格继承人 该有的样子 你为什么不哭呢 从那时候起我就发誓 我一定要看到你洪心 在我面前痛哭流涕 我要让你像跳落水狗 一样在我面前哭 我爸说的没错 性意的脑子都有病 我也会哭 你是看不到了 我已经掌握了刘家明无罪的关键性能 应该很快就可以回家了 刚才我们的谈话我也都录下了 我会咨询律师看到是否有必要 对你的意见提起上诉 还有 你从来都不是你爸最疼爱的孩子 我从来没想过让你继承意见 一直写着 给你们集团的公子哥联姻 然后认回个私生子当继承人 我可以给你个名单 上面都是你爸商量过 要联姻的集团 他最终也还是没有姓姻 他的养父母可真可怜 从小把他养到大 他却憋着劲 想成为别人的孩子 那最后 去世了 珍妮 有一点我一直想不明白 你说 如果当初他计划成功了 那么他就是鼎泰集团的继承人 他为什么还会放弃鼎泰 而去选择 山海集团的继承人资格呢 也许是对出生的执念吧 继承鼎泰集团 他也只是一个穷教授的儿子 而交出鼎泰 他才会成为山海集团总裁的儿子 人人都想出生在豪门 我反而觉得 出生在平凡的家庭挺好的 做个普通人 命运 有自己出血 都有成就感 你说呢 嗯 不至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